哈囉大家好我是旭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我們的Discord群組到底怎麼進 因為我發現其實蠻多人加入我們Discord群組之後就沒有發話 然後我發現就是好像連身份組都沒有拿到 所以因為沒有拿到身份組就沒有辦法講話 那我們在這邊 喔我已經創了一個新帳號叫謙虛率 這個帳號之後應該也不會講話 所以就不會再用了 好那在這邊也會簡單講話 因為那有一些老屁股是進來之後就可能發現我們群組不見 或者是聊天室都不見 因為前陣子我有幫系統做一個小改版 然後就會讓大家沒有拿身份組就沒有辦法進入聊天室 那就這邊 好沒關係 這組很奇怪 好我們我重新結一下我們的Discord群組馬 好這個 那如果你是原本本身就已經在Discord App裡面加入的話 那記得是前面網址就不要留 那如果你是從外部打開的話 外部打開的話就要直接網址就點個點開就可以 那如果你像是像我這個系統的話已經在App裡面 那只要貼上後面這組邀請碼就可以了 那就點入按加入 那以後進入 那就會進入這個頁面 那你就可以接受邀請 那進入的話 接下來就是一個主畫面 那我這邊的話是一個歡迎的畫面 那如果就來老師來 那我進入就來 好那就是加入這裡囉 那歡迎謙虛加入 還有一個歡迎留言 那這個部分的話歡迎留言是給老師看的 那記得去生活公約 看我們一些伺服器規定 然後身份證 那生活公約的話 基本上 你就點這個連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找不到 連結跳轉過來 也是可以跳來這邊 你是點開旁邊這個三條線 就可以點開這個分列介面 那生活公約的話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其實蠻多的喔 所以可能 但是其實要求沒有很多 那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 介紹我們有哪些頻道 看這些頻道 你可以決定你要加入哪些身份組 那再來就是進入我們身份組設定區 那我們身份組設定區的話 其實沒有很複雜 就是你只要點下面這個 像是這個 像這個 這個綠綠的這個小圓呢 就是 有一個我們有個身份組 就是專門接受我可能開台 或者上傳影片的一些通知 那這個布爾的圖片的話 就是只參與Crash Fever討論區 來喔 現在給你看 好我關掉了 然後點開它 就會所有聊天室就會出來 但是因為我只有點Crash Fever區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閒聊區 是沒有辦法講話的 我的閒聊區是沒有辦法講話的 那如果 可是我在Crash Fever這邊就可以講話了 好 安安 來像這樣 就可以講話了 那如果你想要在別區 也可以講話的話 好 就是一定要其他組也可以開 好那像綜合討論區的話 是開下面這邊 有一些專門討論別的 就是你不一定 你可以只討論 CF以外的遊戲 那這邊的話是 綜合討論區的話是 遊戲以外 CF以外 那如果你們很多朋友 一起來這個裡面 然後討論一些 遊戲以外的東西 就是其他遊戲 那我可能就會在這邊看狀況 那我可能還會在另外 像加開一個地藍航目 因為他們之前 避難航線聊得蠻輕的 所以我就特別加開了 避難航線 和論區 那這個一樣都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就是 別的地方 那這一組 這組就是 大兵中要公告音樂區 音樂區的話就可以聯合 這邊就可以聯合 這邊有個音樂工房區 然後我們也有音樂機器人 那音樂機器人的話 可能大家要自己看一下說明書 或者進來問 那這個 這個火女王的話 是加入不洩助車道 那這邊就是開車區 那開車區的話 本身 會在生死的賽車場裡面 那他進來會有問你說 您是否已滿18歲 我相信啦 這個已滿18歲是大家 大家最大的 最大的謊言之一啦 所以沒關係 因為我怕等下要被網民票之類的 所以我就直接開了 那這個 大概就是我們 Discord的一些小設定啦 反正你只要這個全點開 你這個 最重點是這個 你這個點開 你就可以講話了 好 你看 你看我講話 就有人標我安安 呵呵 我們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些 大概是這樣 就可以講話 在這邊就可以講話 好啦 那這個 大概Discord是這樣 基本上你只要進來之後 基本上你就發言 有問題就直接在裡面問 然後我們只要有人看到 通常都會幫你回應 所以有問題就可以再問 那Discord就大概是這樣 好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還是可以加入我們Discord 那一起聊天 或者是一起玩遊戲 那開台的時候 也會有通知在你那邊 那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有興趣的話 再加入我們Discord 就這樣子囉 掰掰